这个捞着真是办什么东西好吃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肉吗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前两天吃那个 捞汁小海鲜 很多小伙伴回家都是了 反馈特别好 所以我今天准备再做一个 Plus版本的 另一个品种的 捞汁小龙虾 这也太大了 我这也太大了 她是想当牛跟红女孩吗 她卷腹 我第一次做 快点让名牌渐渐失眠 这是我们家狗 这个是龙虾 这个头真的是巨大无比 名牌 干它 我们第一步还是给它洗了 放到锅里吃 盖盖 小龙虾快好了 我们先来做捞汁 上次很多人质疑我这个捞汁 怎么可以 我想绝了 一样的 蒜越多 其实越香 把辣椒倒进去 想要多多的芝麻 把它搅拌开 把油泼上去 香得很 最后灵魂三件套 柠檬 还有这个折耳根 折耳根不喜欢吃的就不用放 但是等会可以当凉菜吃 垃圾腰 我们先把小龙虾取出来 我们先把汁淋上 吃龙虾了 好 你吓人 有的人看到汁里边就要逃跑了 你能看到这个肉吗 噢 弄着天啊 这有料的沾点汤汁 第一口给你们吃 有点像吃鸡胸肉呢 这个烙汁绝了 你们喜欢吃辣的 一定要多放上小米辣 这谁吃谁迷惑 我很认真的问你们寻求一个问题 我刚刚在洗它的时候 被它扎破了一个口子 但是没有流血 我需要打破伤风吗 我也被害怕 把它掏出来 纯纯的龙虾肉窝 相比我上次吃的那个波龙 这个龙没有那个龙的肉质好 肉感好 不知道是我蒸饿了 还怎么回事 但是还是好吃的 你们现在能看 我在吃龙虾吗 我刚刚泡的汁耳根在里头 这个汁耳根应该很好吃吧 nice 这个烙汁真是办什么都好吃 我煮了一点面 我怕吃这个吃不饱 往里去一起烙烙汁 一块肉 一块面 太爽了 我们看一看它这个头里没有什么 这里头全都是膏 这是它的腿 我第一次吃奥龙的腿 这个头我就慢慢去研究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它哪些能吃 哪些不能吃 这跟我平时吃到的不一样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不要你给我点个赞哦 拜拜 这真的得好好研究研究